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个聪明过人 文物兼备 梁中病故后 梁坚遂习了父旨 也为随公 娶当朝贵族独孤姓之女为妻 周五帝见他相貌魁骑 好生猜忌 多次找人为他看相 看相者知他后有大福 都为他周旋 他也知道周五帝相宜 将女儿银元送给五帝做了太子妃 直至周五帝宴嫁 太子即位 就是宣帝 宣帝雍诺 每次寻幸都让杨坚留守京城 以杨坚使国障漫漫就入功掌权 杨肃 杨林帮助他拉拢文物中大臣 众人逐渐新属杨坚 杨坚见语意已成 就在杨肃 杨林 武建章 贺若碧 韩秦虎 李渊 宇文化级等人帮助下 篡夺了后周 国号隋 改年号为开皇元年 杨坚级为隋文帝 隋主出即位 历独孤氏为皇后 世子永为太子 四子广丰 北晋王 封阳肃为岳王 杨林为靠山王 武建章忠孝王 贺若碧为宋国公 李渊为唐国公 韩秦虎为上驻国 这日早朝 宇文化级 宇文治级 宇文士级三人上朝见驾 这兄弟三人是后周皇帝宇文泰的本家近亲 因在后周受排挤 就暗中投靠杨坚 有帮助杨坚夺了后周天下 杨坚也知道这三兄弟狡诈 尤其宇文化级能言善辩 颇有谋略当前正是用人之计 念其功劳 就加封化级为中书令 至级为户部上书 士级为洛阳总兵 三人叩头谢恩 杨坚有拓土开疆 统一天下之志 就命靠山王杨林 忠孝王武建章 在临同山社擂台 让天下由本领的人比武较量 为随朝选拔人才 通过几轮的较量 宇文化级之子宇文成都一压群雄 夺得第一名 同时靠山王又挑选了50多人为篇富战将 杨林带宇文成都上殿面军 成都金殿现役 力举千金顶 轮地大喜 当场拷问兵书战策 成都对达如流 文帝加封其为镇点将军 武功郎 然后大宴伦武百官 杨坚知道北齐和州市虽然灭亡 但还有几处重要关隘没有归降 于是派杨林带兵去收复这些地方 杨林以仁义为重 为了不让百姓再受刀兵之苦 亲自去劝说这些守将归降 先后有辉州守将于聚罗 安阳齐国大帅高坡归降 杨坚封于聚罗为辉州侯 高坡为安阳王 杨林又领兵到尹州 劝说内州大帅杨芳 二人一见如故 即为兄弟 杨芳归降后 被杨坚家封为尹州王 就这样北齐 后州完全被杨坚所灭 还剩一个国家就是南辰 占据江南半比江山 这陈后主名叫陈书宝 也是一个聪明决定之人 好做师父 严习文弱艳丽的气息 他重用两个奸臣 一个叫孔范 一个叫江总 陈后主整天让这二人 陪着饮宴 贺师 不理政务 太宰秦旭等班正值大臣的劝告 他一概不听 反升江总为仆设 用孔范做督官尚书 当时南辰知晓有江 孔不知有陈主了 陈后主宠兴义美人 叫张丽华 这张丽华发长六尺 光可见物 更是性格敏慧 举止贤雅 浅笑微贫 风华入目 成言顺意 婉篮快心 陈主每天欢喜地流连忘返 张丽华又投其所好 兼饮后宫嫔妃 义时宫 孔二贵贫 玉 李二美人 张 徐二淑源 袁昭仪 何杰鱼 江修荣等相互争宠 陈主内有闲暇理论 朝廷大事 陈后主又命大臣 施文庆大兴土木 在光昭殿前起临春 结起望仙三座大阁 都高数十丈 设美院数十间 陈后主自住临春阁 张丽华住结起阁 供孔二贵贫 住望仙阁 三阁都是父道回廊 委婉相通 每日百艳时 选宫女数千人 芬芳歌勇 富士赠达 陈后主与张丽华品题 各有赏赐 又有孔 将集来文室相陪 真是说不尽的奢华景象 陈后主不理朝政 消息传入隋朝 阳间便起伐臣之意 高坡 阳肃 赫若碧等都上书 平臣之策 阳廉为大随 一统江山 出班说 愿统兵挂帅 兵伐南臣 武建章出班说道 南臣既有长江天险 又有太宰秦 勇将秦仪 承泽臣 罗戎 定严平 丘瑞等一般忠臣 发臣之事 我们还要从长计议 三思而行 阳间 阳林不以为然 认为臣主昏庸 虽有忠臣勇将 也不足为虑 于是 让阳林为帅 武建章 贺若碧 韩秦虎等为将 带兵三十万去扫平南臣 随兵南下 势如破竹 这一日来到长平关 长平关首将邱瑞 是南臣名将 因为人正直 痛恨奸臣当权 多次上书 臣主重用贤臣 所以受恐犯 将总排挤 杨林知秋瑞 勇猛正直 是不可多得贤才 就派韩秦虎 进官劝说邱瑞 说臣后主 是无道的昏君 设美人十愿 宠信奸臣 使黎民受苦 随主杨坚 愿就黎民于水火 使南北统一 邱瑞申名大义 愿意归顺大随 韩秦虎马上回营 告诉靠山王 杨林大喜 第二天 率大队进长平关 邱瑞亲自迎接 杨林写表报 随主杨坚 杨坚加封邱瑞 为昌平王 杨林问邱瑞 灭臣之策 邱瑞说 南臣太宰秦 三是老臣 忠勇有谋 儿子秦一家传减法高强 殿帅罗荣 力猛无敌 双枪定严平 水战陆战精通 伐臣须己路 同时进兵方克 杨林点头 让邱瑞为向导 协助他进兵 邱瑞说 下一关是偶堂关 马家父子武艺高强 不可轻敌 杨林派韩秦虎为先锋 领兵一万去攻打偶堂关 偶堂关总兵是马英俊 副总兵是奸臣 孔范之子孔家 二人狼狈为奸 仰仗势力 逾留当地百姓 听说邱瑞降随 杨林领兵要到偶堂关 吓得派快马报朝廷 并准备迎抵 这一日 韩秦虎领兵 来到关前讨敌骂战 关内一声炮响 副总兵孔家 带领五千人马出关列阵 孔家命副将 吴城出马交战 随军先锋 韩秦虎 为了第一战取胜 鼓舞士气 就亲自出马 与吴城交锋 一个回合 批吴城与马下 孔家大怒 催马五刀来战 韩秦虎 二人打了三十个回合 未分胜负 二马一挫凳 韩秦虎刀交左手 探臂膀将孔家走马 活擒 随兵一阵冲杀 陈兵大败回关 韩秦虎压孔家 回中军帐 见杨林 杨林 邱瑞怒斥孔家父子 败坏朝纲 欺压百姓 罪有应得 杨林明刀副手 将孔家推出 斩首是重 在说关内 总兵马 英举见孔家 被随军生情斩首 急忙与儿子马玉商量 如何退兵 马玉依仗自己家传 武艺高强 要出营杀退随兵 一是为孔家报仇 二也是对孔范有个交代 马英举担心 随将勇猛 降等援兵 但马玉非要出城交战 马英举无奈 只好让儿子 领兵三千前去 营敌 杨林听说城内 有人出来交战 救命小将陈江 领兵三千兵 出马应战 马玉催青踪马 护锯齿 非镰刀到阵前 与陈江互通姓名 就站在一处 陈江虽然刀马纯熟 但不是马玉对手 三个回合 被马玉批于马下 拜兵回去 抱杨林陈江背心 杨林大惊 王派大将王先 出去迎战 哪知不多时 有兵族回报 说王先也被马玉杀死 杨林气网上撞 亲自带领邱锐 武建章二位王爷 和重战将领兵出影 武建章要出马杀敌 杨林说 要亲自上阵 会斗马玉 马玉见对面一将 头戴五龙盘珠冠 身穿杏黄袍 其他血腌制马 掌中一对水火球龙棒 知道是杨林亲自出马 不敢大意 举飞连大砍刀 直奔靠山王 杨林刚要交战 就见东边飞来一匹战马 马上做一年轻人 身高八尺 白脸堂 头戴八宝叶明亏 身穿柳叶棉竹楷 手端吸水提炉枪 高喊 杨王让我来取马玉性命 来人到马玉面前 举枪一指力声喝道 马玉你还认得我上师郎吗 你逼死我母亲 想要霸占我棋子 又到处捉拿我 你们父子恶贯满盈 今天我要报仇血恨 说罢举宝枪猛刺马玉 马玉合刀接驾 上师郎一招扎马头 一招刺面门 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马玉眼花缭乱 二马错灯 马玉被上师郎一枪刺中软肋 又负一枪结果性命 杨连大喜 飞马拦住上师郎 随应中昌平王邱锐 见上师郎 穿的是自己岳父 寿春关总阵宁 陆臣老将军的物品 非常疑惑 也飞马出阵来询问 上师郎身世和宁老将军下落 上师郎见到邱锐 就哭诉前情 原来上师郎的父亲是生意人 从小就为儿子订了一门娃娃琴 是偶堂关他生意上的好友 张茂的女儿小名叫秀兰 因此两家来往密切 没想到几年后 上师郎的父亲得了心口痛病故去 家中只剩母亲袁氏和上师郎 慢慢的家中 一点积蓄也花光了 上师郎就已砍柴度日 娘俩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上师郎成年后 母亲想起从小与张家定的亲事 就叫孩子到偶堂关张茂家去求亲 哪知张茂贤偏爱父 不肯认亲 想把女儿秀兰许给偶堂关总兵之子 少帅马玉 上师郎愤恨离去 小姐张秀兰听说 未婚夫前来寻亲 父亲不答应 她埋怨父亲不该无情无义 就在老管家的帮助下偷偷离家 找到上家与上师郎成了亲 马玉知道后 带兵来捉上师郎 多亏老管家送信 上师郎带着母亲和妻子 跑到深山躲藏起来 哪知母亲连经代下一病不起 山中无药医治 不久就与世长辞 上师郎发誓要寻访高人 学习武艺为母报仇 他将妻子安排在他姑母家照顾 自己到黄山去寻访高人 在黄山他巧遇音不满 陈主无道 出家为僧的寿春观总镇 命录成老将军 老将军见他人贫好 就教他武艺和兵书战策 一学就是三年 但不幸老将军也染上重病 临终前他将心爱的宝盔 宝甲和宝枪送给上师郎 并告诉徒弟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秦怡 二女儿嫁给邱瑞 他让徒弟下山福报名主 上师郎安葬了师父 就下山到了偶堂关 来找马玉报仇 可巧遇到杨林领兵伐臣 在关前与马玉交战 他就飞马杀敌报仇 邱瑞听说岳父故去 伤心不已 杨林也叹息不止 杨林指挥兵将杀败陈兵 待上师郎回营与重将戒上 并封上师郎为前部赴先锋 这时探马来报 偶堂关大帅马英举讨战 点名让上师郎出来受死 杨林率重将点兵出营 上师郎一马当先来到镇前 马英举一箭上师郎 怒火冲天 举大刀就劈 上师郎挺溪水 提炉枪接驾相还 二人从武师打到晚上 二百余和未分胜负 马英举为子报仇心切 不肯回营 命手下君族点火把 要夜战上师郎 二人又打了一百多个回合 虽然马英举号称长盛将军 但毕竟年纪已大 渐渐有点不知 突然两马对头 上师郎八宝夜明亏顶门宝珠 被火把一罩 射出一道光滑 直刺马英举二目 马英举一个措手不及 被上师郎一枪挑于马下 杨林大喜 马上指挥兵将攻进偶堂关 出榜安民 又为上师郎寄了头功 其余将士也各有封赏 然后安排人马守城 准备兵伐南臣最重要关爱六合城 这时南臣后主已接到各官拜报 他马上召集文武商议退兵之策 孔范威铲出眼中钉 就上奏臣后主 让太宰秦旭派兵拒敌 秦旭为国领命 汉文须罗毅领兵到六合城迎战 罗毅接到将令 非常高兴 点人马就要兵发六合城 夫人秦瑞朱德之后 找到爹爹秦旭 说也要随同前去 秦旭之女儿谋略过人 就答应女儿助罗毅破敌 罗毅无奈只好答应 几日后 罗毅就带兵二十万兵发六合城 在城外摆下一座长蛇大镇 等待杨林的到来 杨林领兵到了六合城前 一见陈兵摆下这样阵势 大吃一惊 忙问领兵是何人 探马说是秦太宰门须罗毅 杨林问邱瑞 罗毅本领如何 邱瑞说 罗毅枪法出众 武艺高强 杨林问武建章 邱瑞 韩秦虎 贺若碧 上师郎等 是否认得罗毅摆的是什么阵法 武建章等说 好像一字长蛇阵 但又有四爪 有龙蛇 相依之势 第二天 杨林正在仗中 与重将商议破敌之策 有中军来报 迎外南陈大将毛刚 讨敌骂战 杨林大怒 派大将张玉出马迎敌 张玉出营与毛刚大战 时余回合 不敌败回 杨林又派双边 将田方来战 二十回合 也不敌毛刚铁枪 摆回大馆 随影猛将港力民 港力强出马 二人各武奉斥 魂铁塘大战毛刚 三人恶战 三十回合 不分胜负 上师郎见 港式兄弟 不能取胜 开马挺枪来 替换二人 上师郎 用盖马三枪 集刺毛刚 毛刚举枪相还 打了十几个回合 上师郎 一个犀牛望月 刺中毛刚后心 尸体落于马下 罗易闻听 猛将毛刚 阵亡非常气愤 上马提枪出营 来挑战随将 杨林也带重将 裂开阵势 杨林问谁敢出马交战 虎威将军 马叔谋挺枪越马 直奔江场 来战罗易 二人暴通明信 站在一处 罗易举五沟神飞枪 使了个波草巡舌 直奔马叔谋面门 马叔谋大惊 用枪使劲一波 直掘两臂酸马 大枪差点脱手 自知不敌 拨马败走 寒秦虎纵马接战 罗易枪如梨花飞舞 杀得寒秦虎眼花缭乱 气喘吁吁 勉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被罗易一枪杆打中后背 一口鲜血喷出 大败而毁 武剑章见寒秦虎受伤 催马高喊一声 罗易修要猖狂 让你见识武家枪法 罗易拍马迎注道 武家枪法也不及我罗家枪法 两棲相遇站在一处 武家枪法果然与众不同 罗易不敢小觑 全力接战 五十回合未分胜负 突然罗易回马变走 武剑章以为 罗易力竭 飞马赶上 罗易一个回马枪 刺中武剑章大腿 杨林飞马来 救中孝王 他舞动球龙棒大战罗易 一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邱锐担心二虎 相斗必有一伤 将来无法劝说罗易归降 就下令明金收兵 杨林回营愁眉不展 问昌平王邱锐怎么办 邱锐说 罗易武艺高强 又有长蛇大阵阻挡随兵 只能智取或劝他归降 又说愿意以亲属身份 到随营去劝说罗易 再说罗易回到大营 见过夫人秦瑞珠 谈起将场取胜之事 十分高兴 这时 中军来报 随营邱锐来见元帅 罗易因对邱锐 想随又成见 有知识来当说客的 就说不见 夫人秦瑞珠道 看在大哥秦一面上 应该相见 罗易无奈 只得传令 有请昌平王 邱锐进到营帐 见那罗易一步迎接 二步让座 好不尴尬 无奈只好抱拳见礼 邱锐先诉亲一致情 后说陈主无道 淫乱朝纲 宠信奸臣 排挤忠良 百姓受罪 又讲随主英明 拯救黎民 统一南北 望将军投民主 拯救天下苍生 罗易说 随兵犯禁使 南臣受刀兵之苦 臣主不明自有 贤臣相劝 自古忠臣不保二主 杨林占我不过 想来劝想 万万不能 让他来日破阵决战 否则我直倒随赢 邱锐健说不动罗易 只好告辞回赢见杨林 罗易随后派人下书 约杨林十日后打针 杨林大怒 说罗易太猖狂 十日后一定派兵破阵 夏书人领命回复罗易 十日后 杨林不听众将相乐 太武建章 韩秦虎 贺若碧 林胡达四将领兵攻四门 港师兄弟打两翼 上师郎打阵尾 自带中军攻舌头 邱锐为接应 麻书谋等守大营 一声令下 众随将领兵冲入大阵 罗易在阵胆从容指挥 南臣兵马层层围困随兵 一会儿化作金龙脚尾 一会儿又化作四门兜底 须于变为长蛇卷地 最后变为石面埋伏 阵内的脏坑 镜坑 梅花坑 翻板 崩腿绳 半马锁一起启动 乱箭纷飞 随兵死伤无数 首尾不能相接 杨林等人从早晨杀到晚上 不能冲破围困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这时 邱锐领三万精兵赶来救援 好不容易杀开一条缺口 杨林趁机率众人 拼命杀出重围 直奔大营 乃至这时 大营已被秦瑞珠 和大将朝贵以领 五万兵马攻破 杨林要复夺大馆 背后罗易又领兵杀到 两路加攻 杨林大败几十里 最后被罗易围困在当山洼 杨林懊悔不已 问邱锐如何突围 邱锐道 只有派人闯连馆 回朝班兵 方能解围 杨林看重将 军已带伤 无人是罗易敌手 又怎能杀出重围回朝班兵 靠山王杨林问道 乃一位将军敢闯重围 到京师班高颖元帅 带兵前来解围 连问多声 无人应声 最后 只有武剑章挺身而出 愿闯重围班兵 遇之后事 请看下级迭血马鸣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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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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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